事件各位 你剛剛聽到原資的這樣的分析 你認同嗎 尤其今天其實 民進黨這邊也要提所謂的徵召 蔡奇昌選所謂的台中 那對於有問題的部分 其實像在基隆 或者是新竹這部分 民進黨也已經決定 是要用徵召的方式 你怎麼看民進黨 是不是就是一個團結的民進黨 要對抗到所謂的 在年底的時候 對抗分裂的國民黨 在這次的縣市長大選裡面 當然民進黨永遠 都會是一個團結的民進黨 為了我們台灣 民進黨再怎麼說都會團結 那我非常佩服剛剛胡忠信老師 他的一些很精闢深入的分析 所以我只能說 其實我們台灣是個自由的國家 這個自由當然包括言論自由 包括嘴炮的自由 所以剛剛朱立倫主席愛講怎麼樣 這個言論自由 嘴炮自由 只是我對於說台北市 我們民進黨的提名 我的看法可能會稍稍跟大家不同 我認為任是一個城市 不管台北市 或任何全國22縣市 任是一個城市 至少要三個月 深入的認識 了解提出政策的願景 那這是代表對我們市民的尊重 代表對這一座城市的尊重 所以任何要參選的人 一定要有這樣的時間 餘裕去做準備 那至於說提名誰的話 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 而最新的民調 包括歷來的民調 陳時中部長 在擔任防疫指揮官 他的滿意度至少都七成起跳 有時候甚至到八成多 那防疫抗疫遠比首都市長的選舉重要 那當然有的人認為說 那那個陳時中最適合 可是陳時中總不能在這個時候離開 那在這個時候 陳時中要介入來了解台北市 要來談論台北市政 發表一些政策的話 民眾很容易就會覺得說 那你心有旁盧啊 這不是防疫抗疫最重要嗎 你怎麼在了解台北市 你甚至在台北市 像蔣萬安這樣所來所去 這可以嗎 不行嗎 那如果說好 那遲掉 我們專心來認識台北 來參選台北市長 現在疫情高漲的時候遲掉 四個字 臨陣脫逃嘛 所以我認為對陳時中最好的方式 他對國家最有貢獻的 就是他留任防疫總指揮 因為他這兩年來防疫總指揮 他確實做得非常好 台北市長選舉固然重要 可是我們民進黨人才濟進 包括鄭麗君 包括林佳龍 包括陳建仁 我們有好幾位人選 那如果很多人說 那這樣啦 我們拖到7月 8月再來提名 他們就講說 8年前跟柯文哲合作 也是到了那一年的7月才決定 才提名建庭 8年前確實 我們民進黨決定支持柯文哲 是在7月 可是在7月之前 柯文哲已經跑了台北市 至少一年啦 這當中他還寫了兩本 叫做白色力量這個書 白色力量一 白色力量二 當然提出他政策 政治理念以外 他還講到很多如何 而他對台北的一些政策看法願景 所以表面上在7月決定 7月之前就已經run了一整年啦 所以我認為那如果大家還有覺得說 那到7月8月我們等一等陳時中 意思等於是這樣嘛 我並不反對讓 就是說其實提名陳時中是OK 可是要等到7月8月 那我請問 那為什麼我們台中市 上個禮拜就要決定 也有人參選 也有人挑戰不是嗎 那為什麼更早之前決定了台南市 決定了屏東縣 那人家說 那台南屏東是我們民進黨執政 那要再延續 所以提早停 好啦 那台中呢 台中我們也是在野不是嗎 我們在野我們挑戰 台北我們也是在野 我們也是挑戰 所以我認為大家把我們對陳時中的熱愛信任 放在防疫這一邊 但是對於台北市長的提名 我覺得要慎重 那像林佳龍 鄭力軍的好處 就是他們對於過去 他們的位置上這些政策的理解 尤其像林佳龍 他對台中市 他在台中市那4年 他交出亮麗的成績單 談到台北市政的議題 不論政策 不論解決方式 他信手拧來 隨時都可以進入狀況 馬上他就可以提出很多見解 而這些見解將會高於國民黨 或者其他政黨的人選 那最後我要分析一句 那個袁芝剛有講了 他說大家都在擔心 蔣萬安民調拉不起來 不是大家 不是每個人 至少我是樂見 我樂見他蔣萬安民調拉不起來 所以我們在中間 在中間 我會說 是樂見的 所以我們在中間 是樂見的